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亲爱的导师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林宗祥为您制作的 标股林宗祥啊 今天台北股市开高走低 今天开盘涨一路跌 盘中还跌了快100点99点 收盘虽然只跌70几点还是跌了 很多投资朋友在这里 买股票都不知道怎么去卖 那在这个地方 也不知道怎么选股票 我一直告诉各位投资朋友 我在我的Telegram里面 我在我的脸书里面 我也告诉你这个2337的望虹 各位昨天法说啊 说吴敏兄说他很好啊 很好勒 每天都开高走低 看到没有 你看他的K线 你看他的K线 每天都黑的 你看这一条 季线在下面有支撑 但是月线都过不去 对不对 有没有过去 所以昨天一个 新参加的客户啊 我们叫他说望虹去把它卖掉 你可以卖在33块多 34块左右啦 当然没有卖到最高点 338也不错了啦 那卖掉以后去买什么 去买2375的凯美 同样是30几块 这个赚1块多 当然啦我是跟他讲你是小客户嘛 这个资金不是很多 你买几张他买13张 因为他算一算钱13张 我说这样好了啊 你先冲掉一些好了 因为各位现股当中有办嘛 一天的价差说实在也超过1块钱 只是他刚开始买的时候 比较急一点 这个都无所谓啊 那老师有买的时候 有扣一个价位 是一定买得到的 那价差大概1块 好高兴喔 他说参加过很多老师啊 每个老师跟他讲 这支股票是好股票 你买的就抱着 你买的就抱着 各位抱抱抱抱到最后 便赔钱了 各位这是你的操作吗 你怎么操作的我不知道 我也跟各位投资朋友讲 6456各位6456 这一支叫GIS 我们也有买 但是我们说实在 我们脚底抹油的很厉害 我们在这一天买对不对 然后电视公开讲这一天 我们有买了 隔点涨停板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跟你讲我卖掉了 那你不卖掉的结果是怎样 开高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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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连跌三天啊 今天的低点 差不多就是我们那天买的点 那你不卖掉 你在这里是不是跨面啊 老师他到底还会不会涨 老师你说120有压力啊 我都知道啊 所以我为什么要先卖你知道吗 因为他从底部上来上很久了嘛 对不对 我们如果买在底部 或许你可以续报了 但是续报也不对啊 因为从这一天的高点 到这一天已经插了一支涨停摆 差10%了 你有多少个10%可以插来插去啊 对不对 各位我讲的都很清楚啊 是不是啊 那我也跟各位投资朋友讲一支股票 叫4935的茂林 各位 茂林我在这里跟你讲 你这里没有来参加我的很可惜嘛 那这里W底 你又没来找我很可惜嘛 那冲上去你不要买 拉回来买嘛 那你可以买在120几块 你可以卖在137块嘛 你137块卖掉 你又可以买在125块122块嘛 那你可以来到152块可以先卖一趟嘛 对不对 那老师我都没有做价差我没卖 那也没关系嘛 你看他还蛮稳的 他昨天创历史新高耶 好多投资朋友都在问 老师啊我创历史新高 我买150块 最高152块我买150块 各位 我买120几块 你给我差30块 30块10张就30万 那会费怎么是问题呢 对不对 那像我有的客户买50张的 50张差30块 就150万 人家已经落地热热了 那你在那做来做去 你不知道要做什么 各位 对不对 那我们也跟你讲过嘛 4943的康控嘛 老师今天又小跌了 各位来看一下 是不是小跌 因为我们这一天买了 买收盘哦 这一天开高走高拉涨停 我们开盘价这一天买 那有一些投资朋友追比较高 那没关系啊 我带你来回做价差啊 对不对 你看这一天的高点 是不是你可以先卖一趟再买回来 昨天开高走低 你可以先卖一趟再买回来 今天开高走低 你可以先卖一趟再买回来 老师明天呢 明天他会动了 因为亮眼已经收到极致了 这一条叫做什么你知道 这一条叫做所谓的季线 季线他一定要先跳空过 然后他再回撤季线以下 他这一天为什么要拉涨停板 这一天为什么要涨停板 因为要过季线 这一天为什么要涨停板 因为他要站上季线 那既然过了季线 站上季线 那他在这里要随时整理 因为季线 来我跟你讲一下 你们不懂的 我大概跟你讲一下 因为季线未来要扣底 这边的位置 未来就要扣低了 所以这一支股票低点不多 搞不好明天出量就拉半根涨停板 对不对 各位 因为这条叫季线 那我们看一下大盘 我们看一下大盘 各位我讲给你听 我们看一下大盘 大盘的季线是不是还在往下 是不是还在往下 那过了季线是不是会震荡一下 要挑战连线 那连线是不是这两天都有过 那各位 那我这样告诉你 你看一下 2375的凯美 他季线是不是跳功涨停板过 他已经站在月线之上了嘛 对不对 所以他一定是在这里今天要攻嘛 今天出量一定要攻嘛 他要攻连线嘛 那很多投资朋友就在问啊 那老师啊 那国具为什么不攻 因为国具的月线在这里反压 所以他要在这里整理嘛 大家要等月线扣底低值嘛 在这里整理几天 量缩整理是最好嘛 你不要去追嘛 手上有的去续报嘛 就价差怎么做 开高你卖一趟 售低你买一趟嘛 2492的这个华欣科也一样啊 他月线在上面反压嘛 对不对 但是他低点没有在破低嘛 开高不要追 开低可以买啊 我问你 有没有人教你这个 没有人教你啦 每个人都说他的股票涨停板啦 我的股票才真的涨停板 对不对 那我告诉你 我在东山连线 我告诉你叫2387的金元嘛 如果你错过了这个茂林 你是不是要买金元 因为金元的业绩比较好嘛 各位你看金元连涨几天 一天收黑而已哦 涨涨涨涨涨 連续四天都涨 哎奇怪啊 中小老师你介绍的股票 都会继续涨 那人家有时候在盘中介绍的股票 介绍完就跌下来 介绍完就跌下来 你的股票为什么这么强 因为我们有算主力筹码嘛 什么叫主力筹码你懂吗 各位来我跟你讲一下 什么叫主力筹码你懂吗 主力筹码就是说 人家买了之后他不会卖 他还会再加码 那什么不叫主力筹码你懂吗 就是人家买了之后他会卖掉 因为没有主力在里面 人家拉高就是要出一趟 人家就是要冲掉 所以标股的攻击模式就是这样嘛 所以他会一直往上 那我在这里我也有告诉你 来各位来看一下 我在这里我也有告诉你 各位来看一下 我在这里有没有告诉你 6531的爱普 你看大盘跌了 老师他怎么跌不下去 我是不是跟你讲说 我是不是跟你讲说 他在200块这个要横盘整理吗 你注意到啊 这个低点没有破200 没有 这个低点没有破200 没有 这个低点没有破200 没有没有没有 今天最低点多少 203 收盘要上去了 你大资金的来找我 这种股票200多块啊 小资金的大概买一张 大资金的你买10张20张 线线50张都没关系 50张要1000万哦 但是可以让你赚很多 可以让你赚很多 对不对 各位他不会下来啊 那我们在这里再继续告诉你股票 什么股票 3661的四星 你注意到 来 我讲给你听 他是不是涨上来以后走横盘 他没有跌下来 他的月线季线年线 所有都是均线往上 那均线往上 你不要去追高 你低买都会赚钱 对不对 你看他跟上楼梯一样 涨上来横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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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业绩好 所以他不会跌下来 我这样讲的意思 你听懂了吧 我教你 在网路的节目谁教你 你看一下每一个网路的节目 都说你看我这个旺宏 二十几块买一直到三十六块 各位你没出 而且还买在三十四五块的 那你不猪八戒 对啦 旺宏跌下来这里可以买 那你买在这附近的 不是全部都在这里 进退不得 外资天天卖融资天天增 你是要怎么 你要跟他死报活报 那你自己去报 你不要来找我 昨天有一个李小姐来找我 我跟他讲 你把旺宏卖掉 人家终于享受到赚钱的滋味 各位 这个滋味 没那么好受的啦 股票市场如果说 你能跟我们一样 或者你做每一档股票都赚钱 我告诉你 你变成王永庆了 哎 王永庆已经走了 那我们讲 你已经变成郭台铭了 你比他们还有钱了 对不对 国具的陈台铭不算什么了 因为你比他还厉害嘛 是不是 你比他还厉害嘛 你那么厉害啊 你每一档股票都赚钱啊 不要说我这个 这个 这个 万宏我没有提醒你 你看啊 开高走低 开高走低 这个小红棒而已 开高走低 这个又是开高走低 这个小红棒而已啊 开高走低 这个哎 昨天是因为公司要开这个 这个所谓的股东会嘛 但是今天又开高走低 你看 十几天 每天开高走低 那网路上有一些朋友啊 一些喜欢做空的 他也打电话进来谢谢我 他老师啊 万宏只要开高我就空他 我每天空他的十张收盘就补 开高就空他收盘就补 开高就空他收盘就补 我每天赚钱 各位 我们讲话是实实在在 对不对 当然你认为如果不实在的话 各位你可以扫描W1788 标股林中小 我在这里是不是计算 逐利筹码我都讲给你听 而且我掌握标股的攻击模式 我也讲给你听 对不对各位 有钱人之所以有钱 做的和想的跟你不一样 对不对 你总认为说 老师望宏这家公司不错 他业绩不错 老板也实在 当然了我们也承认了 他不是投机股了 那我问你 那为什么外资跟投信每天卖 为什么每天卖 你告诉我好不好 你跟我说好吗 你跟我说好吗 对不对 所以各位 有钱人他跟你想的不一样 散户为什么都赚不到钱 明明这个大盘 八千五百三十二点 这个涨上来 来到一万一千点 为什么大家还赚不到钱 因为你们在这里的操作是怎样 你们找不到会涨的股票 对不对 那中翔老师找得到找不到 我找得到 那我可以让我的会员 每一笔单都赚钱 是不是 所以各位 股票市长没在乎 赚钱才是师傅 对不对 好 茂林 我也跟你讲 你买点很重要 你买一百五十二块 那就是你笨 但是你买一百二十五块 那就代表你聪明 那你知道还上下来回做 你卖掉的钱才是获利 老师你那个好厉害 你那个6456的GIS 你买了隔天就涨停板 老师你前一天买 你怎么知道他隔天会涨停板 那你为什么又知道要卖 各位 我就在算主力筹码 因为我发觉 投信连买三天 但是我自己又知道 一百二十块有压力 所以我带我客户进去 我一定要把他带出来 好我们就算买一百零八 一百一十块 我可以卖在一百一十五块 一百一十六块 都没关系啦 对不对 我就算卖一百一十四块 也是很爽 也是贪钱呀 有了解 我隔天涨停板 我不能赚 我当然可以赚 老师我们没有做那么短的 你做长嘛 没关系嘛 那你为什么要做长 各位 今天收盘一百零九 最低一百零七 一百零七怪败 我问你 你要做长是不是 买在这一根 卖在这一根 买在这里卖在这里 买在这里卖在这里 各位已经很厉害了好不好 我真的太厉害了好不好 我真的第一名了啦 我已经第一名了啦 4935 这里告诉你要买 这里告诉你要买 你都不买 冲上来不买 跌下来告诉你要买 老师你都买跌的 对 然后买了之后连涨三天 然后这天卖掉 为什么卖掉 因为他那时候公布 四月的营收出来不好 很好不是不好 那为什么这里要卖掉 那卖掉又为什么要买回来 因为你注意到这个W底 这个W底的颈线 是不是在这里 就卖一百二啊 一百二十几啊 所以我卖掉 因为我通知我的客户说 注意哦 要买回来了 已经开始转强了 然后在这里东升节目介绍 隔天涨停板 好就算你这一天听我介绍下去买 拉到涨停板 你都没卖 我问你 一二三四五六 这六天你又没有赔钱 你没有赔钱嘛 你还是赚钱嘛 对不对 有没有一个老师介绍的股票 介绍完之后还可以继续赚的 观众也赚 看节目的人也赚 有没有这样 有哦 好厉害 老师你好厉害 对不对 二三八七的金元 老师我看你节目我有买 老师我看你节目买了之后 我还是赚钱 那客户打电话进来 你知道他说什么 他说啊 钟祥老师啊 比我的老师准 比我的老师准 哎我们不赌了 我们做股票不赌的 你知道吗 像有时候我的客户会问我 老师啊 那个国具跌三块我能不能抢个短 我说不要 老师我那个稳帽我要不要抢短 我说不要 我说这种现行啊 他还没有指纹 对不对 这天长红 这天红今天又跌下来 各位我们做股票不要赌 我们要确定的事情我们才做 因为股票市场是钱在输赢 当你赚钱的时候 你会很开心 你一天的生活都很开心 你不怕你知道吗 当你在这里有损失的时候 你会不开心 因为你不知道要该怎么做 是要加码呢 还是要停损呢 你不知道 我问你 如果我告诉你 这支股票买了之后 现在三字头 未来会到四字头 会到五字头 会到六字头 你敢不敢报 你敢报 对不对 那如果我在这里告诉你 这支股票你抢短而已 那你是不是可以抢短 对不对 所以各位 我的命令 我的指令是很清楚的 绝对在这里不是打高空啊 举例来说好了 8150的南茂 我们也买过 各位 我们当天这一天 收最高冲掉了 为什么要冲掉 老师不是投信天天买 因为我发觉 投信买 外资卖 这个死外资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卖 我妈妈在意 为什么要卖 但是外资就是这么狠 他就是要卖给你 所以各位 我在这里再一次的告诉你好不好 我再一次的告诉你好不好 有钱人之所以有钱 做的和想的跟你绝对不一样 对不对 你在这里一定在这里 要找那个量缩好买点 你一定要计算主力筹码 你不计算主力筹码 你买 大家股票都会贪钱 你跟我骗 你看别的老师的节目 我们这个 我们李周 也有每个老师都有 一天讲一支不同的股票 我今天动力涨停我就有动力 我明天国具涨我就讲我有国具 我后天哪一支涨我就有哪一支 我公准涨我又有公准 真的假的 我问你啦 你看我的节目 我是不是只有五档到十档 我们操作就这么五档到十档嘛 有出才有进嘛 一天一档 每天都有涨停板 骗效耶 你有多少钱可以买 一百万 你买十档 一档买十万 你涨停板又怎么样 我们最多只有三档 各位 认同我的理念 各位 再一次跟你讲 WEG88 标股临终响 跟着我们一起赚钱 打电话进来 各位 WEG88 按赞 订阅 分享 按赞 订阅 分享 祝你做股票 涨停板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